大家好,今天是4月22日 回到明報報上賣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戶芯300 我們見到戶芯300的走勢算是不錯的 你見到今個星期一由低位彈了上來 上個星期曾經一度落到4,900 但它沒有跌穿在3月份的底 它落到4,900點之後 咬腰上來 今個星期一一起動 就立即守得住200T moving average 立即彈上來,上回平均線以上 星期二、星期三叫反覆 現在短線縮了一點 但是看這些走勢 似乎仍然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 你說除非你後市跌穿 這些平均線或者跌穿200天線 否則的話暫時來說 我都會相信 戶芯300會慢慢做上去 再次挑戰在4月6日所做的頂 5181 甚至乎再高一點 看看有沒有可能上回5,220點 上回到100T moving average 樓上 它多數都會在這裏做得一個不錯的底部 然後上回去 當然 長遠看就一定要爬上去 100T樓上 5,220 但是在短炒來說 暫時 它不再穿下去 我們就看它 這裏 都有一個叫做短炒的距離 當然 爬上去更加理想 那麼我們可以選擇的工具 你可以選擇3188 我有看過的 這隻3188 就好跟過 虎心300 大家看看有沒有興趣 嘗試 如果你是叫做 建立一個短線的 看看短線 可不可以重上回到 63.6 50T moving average 現在做62左右 純短炒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 打算坐盤 現在就要用 200T moving average 作為你的退場位 59.2.5 因為這個位置不能穿 它現在暫時來說 都叫慢慢繞上去 看看 戶心300 A股 是否做得好 深正 上正 做得好 戶心300 繼續推上去 推到上 521多 有理由相信 3188 都會挑戰到 63.6 甚至 爬上去 看看你有沒有興趣 看好 A股 可以繼續上去 暫時 走勢上 不是太差 回一回 都是一件好事 回到再上 就完美了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拜拜